Hello,大家好,我是麥陀 最近内雨还是有点热闹的哈 三部剧一起播 又是谣人宣传,又是上热搜的 我看了小巷人家 最大的感受就是 饭丑丑业的可真烂啊 整部剧都在发呆 你倒是给点反应啊 没有台词也不代表你可以走神啊 我的视频经常说台词哈 因为台词是很直接的 能看出这个演员基本功的好烂的 但其实没有台词的表演也很重要 更能看出一个演员的功底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说说 那些没有台词的精彩表演 好吧 台词虽然和肢体表情眼神等等 都属于表演工具 但它是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一个演员是可以单评台词 来让观众浮现画面的 所以无台词表演 等于是把演员表现力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没收了 那这对演员其他的能力 比如脸部肌肉的控制啊 眼神的表达啊 塑造人物的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所以无台词的表演 我觉得是可以更纯粹的 更赤裸的展示一个演员的能力和功底的 我们现在看两个例子哈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看得有点心酸 有点难受 刘林老师和吴梦达老师这两段都是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 对多种复杂情绪的混合和过度的表演 那区别就是 一个是对人物自身心理活动的剖析和展示 一个是对对手演员台词的反应 所以刘林的表演更模糊 达树的表演会更加准确 这没有什么好坏啊 这就是不同情节的表演不同 刘林老师这一段是父母爱情的片段 演的是一直看不上他的对象 突然说要娶他之后他的一个长镜头 这段他做了非常多的表情转换 一开始喜结而起 有些向往 有些欣慰 还有些幸福 但好像又有点心酸 有些难过 他好像是在想着什么 背起交加 他的眼睛会有向上的那种对未来的畅想 也有向下微垂的担忧 他在感受喜悦的同时 表情又是略显复杂的 这段表演就会让你感觉 这个角色的心中有自我怀疑和不安的感觉 对自己是否能配得上这份幸福的迟疑 或者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隐约的担忧 很短的镜头 没有台词 但交代的非常清楚 你会发现对于这一段表演 你是能感受到他的情绪的 但又是比较模糊的 你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 他每个表情都演了什么 因为他所有的情绪都是揉在一起的 这段和妍妮在《小夏人家》里听到宋银说 她应该穿好看的衣服之后的表演很像 都是多重情绪的杂揉 演的都很动人 妍妮的表演我们下期说哈 而达叔的表演就会更加准确 因为他需要对对手演员的每一句台词 都做出反应 吴梦达老师真的是一个 对于自己面部肌肉的控制 和对于人物内心的理解 非常绝的演员 他的每一条皱纹都是在表演的 尤其是在大特写 你能非常清晰的看到他肌肉的表演 当他听到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贪心的时候 来看一下他面部肌肉的运动哈 贪心 有看到吗 他的眼神是没有变的 还是保持着惊讶 但他对着镜头的这边脸 左边的眉头展开了 连着左边的头皮也展开了 然后非常丝滑的过渡到了惊讶 但又在思考的状态 紧接着对手演员又说了第二句台词 他又是在前一个情绪保持的情况下 额头的肌肉舒展了一下 最后过渡到了这一段的情绪高潮 你会发现达叔这一段是一个情绪从简单到复杂的叠加 他是一个一个加上去的 眼神的表演没有那么复杂 又没有台词 就全是用他脸部的肌肉完成的 而且镜头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他 但你没有觉得情绪断掉吧 这才是演戏 你是要做反应的 都给你镜头了 你还在那大眼瞪小眼 什么都不演 那你让观众看什么呢 是吧 那谁 我们再看两个更极端的例子 一个非常近 一个一直在动 共同点是 演员们都没有一句台词 但都能通过纯粹的表情和动作 让你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 咋样 看完啥感觉 王景春老师这一段是电影《第九天长》里 发现妻子自杀之后坐在医院的一场戏 这一段是一个22秒的特写 王景春老师的脸上是没有明显的表情波动的 眼神空洞无神 也没有焦点 这种无表情反而带来了极强的情绪冲击 他就像被冻结了一样 无力麻木压抑 他演出了一种无声的崩溃和悲凉感 其实这一段 他可以加更大起伏的呼吸的 或者可以更加激动 你们一定看过类似的表演 但他选择的是完全压抑的表达 就连这一滴泪 都是一直挂在他眼睛上的 没有让他留下来的 非常克制 再加上王景春老师的脸 本来就是有故事感的 看这个镜头的时候 就会让你有一种屏住呼吸 瞬间安静的感觉 这样的固定特写才是有效的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因为就算是你演麻木空洞夜 是需要演员本身有表现力的 不是让你真的发呆 而李雪剑老师这段 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舞台词表演 这段很像末剧 更多的是用肢体的表演 来展示一个鲜活的角色 这段有点可爱 又有点心酸 即使你不知道这个角色的设定 也能大概说出他的性格吧 倔强 执拗 孤独 还有点小孩子气 是不是都能看出来 而这样的老头 有酒瘾 又有二字海默症 想喝酒的时候都会做什么呢 李雪剑老师就演出来了 不管是执着的喝酒 还是扶着桌子 还是一直磕牙 还摸摸牙 这些都是他对于这个人物 在生活中细致的塑造 这段戏三分钟 没有一句台词 但这个人物依然很具体的 展现在了观众眼前 所以没有台词 就意味着 你其他的表演要非常优秀 就像我们这个视频说到的演员 不管是微表情的控制 还是对多种复杂情绪的表达 还是对人物对生活的细微观察 而转化为自然表演的能力 都是 没有台词的表演为什么难 因为人在说台词的时候 就算你没有演技 只要你大概能理解 你在说什么 你的脸都会大差不差的 给出动作的 但没有台词就意味着 你要把角色心里的潜台词 演出来 那你就得知道 你角色的心里在想什么 他当下的情绪是什么 我觉得不用往下说了吧 这第一步就有很多演员 做不来了 你从他们的表演里 就特别明显能看出 他们的脑子里 有多混乱 多空泛了 好了 我是麦图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下来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